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1988年就接触过了 当时我们是《屏风百般》这个剧团呢 我们去找外来和尚念念经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在创作上有一种惶恐 我们很早就注意到香港经念 就是他早年 经念 经念二十年提 我就到了香港请他们来 1988我们就合作一台戏叫《十月十日谈》 所以当时这个戏呢 《十月十日谈》 舞台上的肢体语言 那么我认为非常好看 但是台北的观众全部看不懂 有个观众还写信骂我 他说我们是冲着你们这个搞笑的屏风百般来看戏 今天你来这台戏 我看我同 我带我同事啊 睡着了 我告诉你李国修 以后你们再搞这种戏 就是我离开剧场的时候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观众 因为当时其实国修跟我的老师荣燕真非常非常熟 那我的老师基本上就是一个实验剧场 这边叫先锋剧场的一种 怎么说就是身体力行吧 所以其实我觉得国修也很奇怪 就他本身在弄那种非常非常通俗的很大众的戏 但是他同时又会对这种我们的戏另眼相看 是是是 我见过两种戏 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在你们心里啊 在想些什么 比如说就像我们做电视台的 我们就是魅俗嘛 取悦观众嘛 这是我们唯一的考虑嘛 你太坚了 不是 就在话剧舞台 你有会感觉到啊 当然导演就希望大家笑啊 那每一个笑 每一个包袱都能想啊 把剧场反应热烈 但是呢 我们我看过另一种戏 他又认为这个戏剧是一门艺术 或者说这种戏 可以以一种表面上很闷的形态出现 你比如说咱们都熟知的等待歌多 对对对 那看起来是很闷的 可是呢 某种评价又认为这个是艺术 我不知道在这种自我的 这对戏剧的看法追求 和取悦这个观众啊 现场要听见 想啊 这两种东西之间 有矛盾吗 你们 我觉得像等待歌多这种戏哦 因为他是在那么多年前做的 今天经过了这个时间的距离 他当然是一种经典 也有人说他当时马上又成为经典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当时没有网路 当时没有那么多的那种娱乐的方式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啊 根本思维模式就不一样 他对时间的一种考量感觉 你就是过了一个小时 有可能他又觉得说 还好才不过一个小时 现在过了一分钟 又说还没有事情发生 你叫我坐在这边干嘛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用一把尺来量度 量度 就是说不同的一个作品 我现在觉得说 其实戏剧这个东西啊 它应该就是多元的一种发展 从我的角度来讲呢 我觉得好玩还是很重要 叫不叫娱乐性 这个还是其次哦 包袱怎么抖 其实也是考验这个导演 有没有这种聪明 或许这种智慧 所以到最后呢 其实是观众跟导演 最好大家是同心的 这个同心就是好像 他愿意进来 然后跟你玩这个游戏 然后你也设计的很好 然后他在这个游戏当中 也发现了一些道理 或许发现一些什么 我觉得这是最明白的 如果没有这些道理 是不是你们的这个思维 跟综艺节目的编导差不多呢 想着怎么样能现场有反应 有反应 倒没这样想 因为你剧场毕竟还是剧场 电视是电视 电影是电影 媒体不一样 媒体不同 所以你在剧场应该做些什么东西 你自己想怎么做 我觉得是每一个创作者 本身要去认知的 可是坊间有个错误观念 你只要这个戏好笑 你恐怕就不入这个艺术殿堂 就熟了 你只要票房好 你就商业 然后你就不是大师了 是 你就不是大师 我觉得这更太过渡的 大师得催眠才行 得让大家睡觉 是吧 其实我觉得任何人 有发明一些东西 然后那个东西 可以就是流传下去的话 你也可以叫他是一个大师 当然要求在高一点的时候 就是他的品格 跟他的作品是一致的 那才是真的大师 那你为什么这个话剧的观众 不管怎么说 在任何一个地方总是少数人呢 边缘对不对 看怎么看了 我觉得在亚洲的话 大概我们华人地区的都是少数 可是日本观众很多 我觉得英国也是啊 英国很多 美国很多 对啊 所以他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这就很重要 一个艺术的展演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你怎么去做它 对 我有一次到德国去 为了一个作家 我中文启事 我去采访他采风 我希望我们要编一个舞台剧 就我搭了他们那个兵士的计程车 那个国产车都是兵士的 那个奔驰啊 奔驰 我们三个 我跟我太太跟那个作家上了车 那个司机呢 在听歌剧 他在听歌剧 一边听 他开着 他就说 他朋友翻译说 你们介意我听吗 我那个翻译 德国朋友 台湾人 他说你可以听 听歌剧 然后他就跟他对话 他在说 那个普罗瓦地差别在哪里 他优点在哪里 缺点在哪里 现在唱歌这是谁呢 他的特色 我超级心想 他哪一个部分 一个计程车司机在听歌剧 那个地方他有文化 所以在那个文化当中 他们的艺术展演活动 成为生活的一种必需品 而不是一个生活中的奢侈品 我要提出不同的观点 挑战一下 我在台湾其实也坐过计程车 然后计程车司机也在听巴哈 那当时我就觉得说 也是很惊为天人 那台湾如果每个人都听巴哈的话 大概就不会那么 就是吵耳 那么刮操 或者那么乱 所以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众 就你刚才讲的那个也许 就是说那个喜欢艺术的那个小众 但是这个司机 我觉得他很有代表性 一个事情 他非常有代表性 对 他一个代表性就是 他不会认为说 我是司机 我就只能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觉得每一个文化的人 如果他不介意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还是坚持自己的一个想法的话 那我就觉得那个社会是文明的 因为那个自我的尊重 是被别人尊重的 那我觉得这个 作为一个小众在那样的社会 其实也还蛮好 像德国 你如果喜欢一些比较冲击性的文化的话 你住到柏林去吧 在那边你怎么搞都没关系 但是你也可以去到 住到那个 比如说那个慕尼黑 就通通都是老人 就是年轻人也是老人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样可以 就是把这个文化分开 就是不同的一个角度 不同的一个 就多元就是好 那你像刚才这个李导演 我还问 我说这个你们演戏的这些演员 他是专职的职业的吗 不是 我们因为台湾都是业余剧团发展 所以我们能稳定的 都行政人员 行销人员 或是技术人员 演员都是by case的 兼职的 就是说单靠话剧 他养活不了自己 养活不了 那个林依华 他最近这台戏巴法利夫人 他用了很多台北的学生 其实我对他比较好奇 你不是说香港人 不用香港演员呢 用台北的小孩 台北小孩 他跟香港小孩有什么差别 对你跟我们讲 我自己觉得说 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发现台北的小孩 长得比较好看 那我就被一个最表面的东西吸引了 他没那个意思 其实有 因为真的有时候 这样有 我们就得罪人了 不太好 没办法 就是个性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我也有在那个 像演艺学院 我有见课 那我就常常进进出出的 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还是来得这么多遍 没有见到一些 就是林黛月 贾宝月这样子 那但是到了台北之后 我就会发现说 是不是因为真的是地方比较大 然后呢 还有就是人的气质 有时候就是因为你的地方大 然后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省份 不同的什么什么 你就会突然之间觉得说 他跟他很不一样 所以你的眼睛就很忙碌了 就看了这个 看那个 看那个 看这个 所以我跟台湾的这些演员的结缘吧 就是也是一种缘分 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他让我看到一些我想看到的东西 你像我们这个常在这个常去夜夜场的人 他在台湾 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子 印象很深 他在一个酒吧 我们去酒吧 他在酒吧里打工 后来我们讲是台湾一个大学的学生 但是他同时是学完整的芭蕾舞的课程 然后呢 又到酒吧里自己等于来打工 挣一点钱 我们觉得这个女孩子很可爱 也很有修养 一交谈起来 什么都懂 后来我们说 你去北京玩吧 他说好 我也想去 但是我没有钱 后来我们说 这有什么 我们招待你 对吧 我们出钱 这我觉得在我们大陆挺平常的 我们出钱 因为都是朋友 他说不行 我不要这样 他说我还是要自己打工 等我挣够了钱 挣够了旅费 我一定会去北京 当时台湾的女学生 给我留下这个挺深的印象 其实也有一些经验 就是我接触一些北京的年轻人 我觉得他们也蛮有气质的 而且他们非常理直气壮 这个东西 我也是觉得很可爱 怎么叫理直气壮 就是他觉得他相信的东西 他就讲的特别大声 就是直肠子 对 直肠直肚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塞人形 广告之后见 好 这演员经常是业余的 那这个导演 你们两位都坚持这么多年了 应该说 导演也是业余的 那太可怕了 这样子 发财是肯定发不了财了 至少是 虽然是李导演的戏能盈利 但是也不至于能发财 也很辛苦 发不了 发不了财 再一个呢 你像我们这里经常说 这个影视剧 你们影视剧那么火 对你们有影响吗 就喜欢看呢 但是就不会想说自己要去拍 但是会觉得自己心里凄凉吗 好像感觉 也不至于 因为我本身是从影视退出来的 我在8384那个年代的时候 这个电视台当红 当红的这个喜剧演员 喜剧协计 对 我觉得你有点像北野武啊 我也是说相声的 对 有点相声 那我后来 后来我最主要是 像刚才你说 你40岁 你对面生活很多困扰困惑 对 我也这样想 我想说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那即使我30岁的时候 开始面对我自己 人生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抉择 就人生目标的一个改变 我问我自己 将来要干什么 难道我还是要在影视圈里面吗 我觉得在当时影视环境 在台湾 我像是一管牙膏 我被挤光以后 就甩了垃圾桶里面去了 所以我觉得我是被压榨的 所以我觉得我不快乐 我被压榨 我不快乐 我不快乐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丢出来问我自己 所以我要找 你的问题 就是我现在的人到40的问题 好了 我再告诉你 你也变成牙膏 对 是 早了 已经干了 挤干了的牙膏 事实上我40岁的时候 我说我们讲孔夫子说 这40而不惑 我把这话 把这话转一下 就是40而更困惑 我也是这样想 一到40岁更茫然了 就是一切的价值观 都已经改变了 你要守住那个老一代的思想 还是我们要走出自己的路 都是茫然跟困惑 所以我30岁 创立屏幕板班以后 我觉得这条路 我不想回头了 就一直往前走 那么影视 我一点都不眷恋 结果在这个 做的过程里面 我背负了太多的架子 你也不 这个使命感 我自己编剧 自己导演 那么自己上台演出 编导演三合一 过程里面 起起落落 有一次还差一点 这个解散 2001年911的时候 我们那个戏 三十七星第六集 不思议的国 开演前 一个月票房只到两成 然后911 这个事情 国际事件 就会造成台湾 那个地方景气 经济低迷 台北还发生了 那里水灾 整个台北市淹满了水 所以地下室 能停车都变成游泳池了 整个城市淹满了 淹满之后 票房就不动了 不动之后 我在家哭两礼拜 我顿悟 其实搞艺术的 在台湾 或者香港可能也类似 它这个不是个行业 你要做它 它的画面是说 先于百叶摔后于百叶新 各行业发财了 最后发财是搞艺术的 各行业要衰败 搞艺术先倒 所以在这过程里面 我就咬着牙走 很多我身边的朋友 劝我 包含那个金世杰 他曾经说 不许你干嘛做这么累 你为什么每次演出之后 要下次预告 你就想做你就做 不想做你就不要做 我好朋友劝我 我刚说对不起 我这几年走下来 我甘之如頤 我觉得甘之如頤 才是我要追寻的 他是戏剧被虐狂了 是 你说这个我太有同感 因为我现在就是挤牙膏 为什么他讲 就四十岁的时候 你有时候会产生一种 自我怀疑 就是说 你会有一句 红衣法师 不是有个号叫二一老人 他取的两句诗 叫一事无成 人见老 一钱不值 何销说 你知道我特别羡慕你们 就做导演的 因为你能对自己的作品 至少是负责 但是你知道 像我们这种人 其实粗之滥造了 说实在话 你比如说 我好希望说 我们能够认真的想一想 几个月的时间 我们一起传出一个戏来 不管好坏 但是我可以负责 这是我的精心之作 但是我们 你现在搞电视的 这种 不具有这个条件 你只能大批量的 你觉得你很难 这代表你的水平吗 哎呀 你又觉得 这个次次都是来不及 次次都是民主 我不是要去探护你 我不是要跟你去 怎么说 要跟你变 但是像Larry King 好了 OK 那是不得了的 那你不觉得 你也可以是一种Larry King 就对了 所以Larry King 就是主要的问题 所以我就 我就少说点 我得多问问你 我其实是想说 其实导演也好 一个节目组织人也好 他们都是一个文化里面的一部分 但是每个人扮演的那个角色不一样 你就是一个水 你就让所有东西在你身边 这样流来流去 流来流去 对 咱是桥梁 是吧 对 不是 我要想到的问题 就是在人在这个三四十岁 他们告诉我 就所谓的中年危机啊 就是经常遇到你说的 对未来的这个选择 我是要做我这个 能够得到很多实际利益的事 再继续做到老呢 这样的话 后半生也可以看到 还是说 我要该去做 我自己真心要做的事情 生孩子吧 你是不是对于生孩子 你因为 我其实正要讲这个事情 你这人生里面少的东西 最对生命体悟 所以我谈一个观念 你要一个大改变 改变你现在刚才 所以这种困惑 跟困境的一种自责 结婚 结婚 我觉得结婚是一条 很好的梦 我说工作的事 你给我指的情色上去了 我就提点 怎么会是情色 我跟你讲 我以前啊 我以前我在谈恋的时候 我到别人家做客 我好讨厌小孩 在我身上爬来爬去 那脚也不干净 鞋子很脏 我说哎呀 好好 我很讨厌抱人家小孩 等我结婚抱自己小孩 我才发现 每个人的孩子啊 都是他的宝 我应该不应该比试 别人家的小孩 可是问题是说 当我在 你看我以前在做创作的时候 第一个五年时候 还没结婚 没结婚 我舞台上的角色 大部分都是孕妇 这是我明明之中 我在暗示 告诉我自己 我想要下一代 是潜意识 潜意识有 所以我的戏呢 在台北被研究 研究所论文研究 我就说 他为什么舞台上 放那么多孕妇 其实这我的潜意识 我对未来有存在 研究所肯定是 弗洛依德学派的 这一类猜解解 后来结婚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的生命观改变了 我开始想起 我已经过世的父亲 我在想我的孩子 我应该怎么样 把这个生命继续延续下去 所以在延续的过程里面 比如说 我太太要生产 零产第一胎 儿子的时候呢 他要进产房 我在外面哭 我在哭 我看着天空 我想起我过世的父亲 我说爸 你在天之灵 可以感到安慰了 你今天呢 你有了下一代 你的孙子要 我把对生命 你的生命协议 思想都给我了 那现在我把传 传承下去 可是这一刻 我是A型的 国修啊 悲观 我说这一刻 如果过度亢奋 不幸暴毙而亡 我觉得值得了 是稀奇的国修 能备上眼了 当下生了 当下生 这孩子可以传承 我的生命血液 是这个吗 还生下来 你说的还真是 这个过来人就是不一样 对吧 我的一些朋友啊 也都是很奇怪 我跟他讲 这个问题 确实如果说生孩子 我告诉你 生了孩子 什么都不一样 所以你刚才 为什么还空白了一秒呢 你就应该知道 你想要一个作品啊 你的人生的作品 对对对 反而没别的才能 就剩下这 这精子工厂 可以 没有没有 叫孩子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的才能 你呢 林导演 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呢 我反而觉得说 30 40 50 这些东西 对我来讲 还是蛮奇怪的 因为我觉得到今天 我还没有感觉到 你们讲那个 那个混货 因为我不知道是没有时间 还是怎么样 就是每天都要写啊 然后就要怎么怎么样 所以也可能是因为 我对自己没有什么要求 这个我不会觉得说 我一定要到哪一个 税数的时候 我应该要当一个 一家之主了 还是怎么样 我今天过马路都要 人家把我抓住 好像一个小狗一样 就是他把我乱闯 然后就说 你一定要我抓住 不然的话你就冲 这样子 我昨天就去吃饭 然后呢 突然之间我就冲出去了 他们以为 我不喜欢那个饭店 不知道 其实我是跑到一个 DVD店去 因为我走过 我记得 那边有一家 所以我马上就跑过去 我就会去 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东西 对我来讲 我都是很当下的 所以反而 40 50 我觉得还好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好 咱们本来谈戏剧呢 谈到要不生孩子 要不结婚 或许不结婚 但是生孩子 但是像你们啊 就是做这个戏剧 已经有了名的 会不会有这名声之类呢 我今天才说呢 他们都说有名了 有名了 昨天晚上上电视 我说张曼玉才有名 就是你刮一个面膜上 脸上已经有几百万了 那才叫有名 真的 你们有你们的有名的圈子 比方说你像在美国 纽约时报的这个评论 对某个 这可能就是他们关注的东西 不是 我说有名的意思 就是说对我来讲 叫大师都死掉了 我也不是艺术家 只要是封化为艺术家 他作品就停止前进了 我是剧场工作者 所以当我做剧场 这么久的时候 你说我是个名人 某种程度也是 但我觉得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我就是活着 做我自己 愿意做的事情 做剧场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 很多人看到我签名 我也觉得就是签名 我也没什么摆架子 然后一个名人 他上大号姿势就比较优雅 所以人生不过就是吃喝拉沙 所以就这么简单 我谈观念 我们今天从事演艺工作 或者从事艺术工作 荣获我们背后 有一些自己要做的事情 传递出去 可我们说伟大一点 以你这个影视圈 民主成人来讲 你要知道 如果你相信轮回 或生命的话 你其实是一尊菩萨 你在度人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做的时候 形象要特意出 我们不要吸毒 不要赌博 不要做做间犯科 不要做违法的事情 成为社会一个典范 你何德何能坐在这个位置 来主持这样的节目 观众在看的时候 受到某种程度的启发或影响 你就是菩萨在度人了 我是指的 就好像像你们做戏剧 你比如我听他们搞创作的人 给我讲过 就说一个导演 往往第一部电影 特别好 但接下来你看 他就开始有点不对劲了 有了很多 比如说可能就觉得 我下一部电影 我这个已经成功了 我得让人们看到 我有所突破 我有所突破 或者说我要有所承担 我这个电影 要体现出某种社会责任感 结果最后可能拍成 意识形态电影 就等等 会出现这种问题 我指的所谓名声之类 是从这方面 那是有的 像张艺谋大导演 陈凯歌大导演 还有李安大导演 他们其实也有一些 成名之后的一个问题了 当然我觉得 你本身的创作成长过程里面 我觉得你在面对 创作态度是什么 那易卜森就说 有些人一个剧作家 第一阶段为爱而创作 第二阶段为朋友而创作 当这些作品都写完之后 你就进入第三阶段 为钱而创作 所以其实有的 低述家或者大导演 他们有时候为钱而创作 因为他是说了 他的爱之辈 但他就越来越少 但是他就要 他不信任 他打开 听到 他不信任 我